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5月23日 今天是星期一 這一節要說一些 高度爭議的事情 也是激變的問題 我真的很喜歡香港 這句 不是第一次聽 那麼到現在 到底是不是還那麼喜歡香港呢 我們現在嘗試一下 拿網民的討論出來辯論一下 網民就是要力數 到底 有多麼 憎香港 憎香港 真的有多少原因 其實我們早前也跟大家探討過 這個地方 的而且確 你問我 香港這個地方 其實 你問我 我覺得是一個相當討厭的地方 你們不是說要光復香港嗎 是 我們要光復香港 就是因為我覺得 香港 原本這個地方 充滿了很多 非常之令人討厭的地方 所以呢 我更加想 改變這個地方 我想 其實是一個 言語上面的一個陷阱 令到你覺得 光復 香港 好像要回復 以往香港某一些東西 而這些東西 對於很多 本身 香港覺得有很多問題的人 來說 覺得 說要恢復香港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又或者是一件 是很沒有特別的事 好像不會帶來任何 改變 我相信 其實你討論 很討論 很討論香港 跟你很愛香港 其實就是在說到底你 要不要變 那個部分 如果你問我 我認為光復 絕對不是要變回一個爛香港 變回一個 是沉醉在那個 繁華鬧市 五光十色 裡面的香港 那就叫做光復 這個絕對不是光復 這個也絕對不是 是2019年時代革命 帶給香港人的事 香港人不是要回復這個做金融中心 我要繼續在賺錢 賺銀 做香港蛙人 這個絕對不是 時代革命說的事 當然啦 時代革命 不是一個人說的嘛 時代革命是很多人 對那件事的不同理解 大致上有一個很大的大方向 就是在這裏 當中一定會有很多人 理解或者用字 就不一樣 所以導致 出現這件事 我們這一節 可能會暫時 不過我們經常都說 政治是放不下的 不過我們依然 在一個假設的時空裏面 嘗試又將政治 不知為甚麼可以放在一邊 討論 香港有多黑人憎 又 你如果愛香港 你愛香港甚麼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 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大家繼續運用幾種方式支持我們 付費的方式可以訂閱我們的Patreon 最好 大家又訂閱 又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我們的免費模式很簡單 YouTube的節目 打開播放欣賞 手動點擊 無限大法 這樣就能夠支持我們繼續營運 所以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好 我又要說 本台的經營方針 就是針對著我們討厭的香港 這個真的要說的 你告訴我 真是香港的 問你拿錢就有很多人了 真是 希望 你那些聽眾和支持者 不要說聽眾和支持者 希望你那些客戶 不用付錢你的 有多少人呢 你真是問一下自己 其實呢 可以說得上是少之有少 少之有少 少之有少 少到簡直都數不到出來 開港 也有說 無奸不成商 香港就是一個 充滿奸商的地方 坦白說 有沒有好人呀 有 我有見過 但是 真的是 數量很少 是真的 100個 裡面可能沒有一個 或者可能有1000個 裡面可能沒有一個 可能沒有那麼低的 100個裡面有一兩個 但是整體來說 剩下的90多個 都是無恥相逸 香港這個地方 先說一下有甚麼客人爭的 先不說政治 雖然 不知為甚麼可以不說政治 我認為一直都沒有可能抽空 不說政治 這個地方本來就是商家話事 每一樣東西 不過商家話事也是跟政治有關 本來就是商業掛稅 香港人 被訓練成 就是憎人富貴 厭人貧 很多人就是回覆 覺得 香港最討厭的地方 就是香港人 當然 這個說法 你可以說對 你可以說錯 香港人 有某些劣根性 有某些特質 的確是很討厭 你說香港是不是完全沒有可取 我絕對就不會同意華理香港人 小小可取的地方都沒有 不過我們真的要時常警惕自己 香港人的覺醒 也是非常之晚近的事 你可能數到最早 在2014年雨傘運動 實際上 你在雨傘運動之前 其實香港人 你真的細心點去問一下自己 到底我們數到多少樣東西 跟內地的居民 是有很大的分別的呢 你不要數鄉下地方 你要數 北京 上海的大城市 你要說惠州 東莞 你一定會贏的啦 因為別人的教育水平不足 你真的跟大城市比較 你會發現 其實香港人 跟內地人其實真的不是相差很遠 內地人 北京上海 很多有受過教育的人都很斯文的那個行為表現 所以他們說 憎香港人 其實是很正常 因為香港人 真的 有很多劣根性 例如 舉例說到 我們早前也有說 跟大家會不斷討論這個問題 香港人有一種 特性 覺得 自己付錢 就大了 叫做有錢大了 這個病真的很嚴重 就算網民說 我也認同 因為這件事 長期發生 這件事發生到 我去了英國 還是這樣的 還有人 打來問問 和你呢 你明白嗎 大家 他覺得你好似 你是在服務他的專業顧問 我當然就沒有時間去理會你 但是 他們就會照來 叫你報價 問東西呀 拿專業意見呀 問你有沒有認識的專業人士呀 要拿個法律意見書呀 要拿個專業意見呀 不好意思呀 這裡沒有這些東西的 你要找個會計師 要找個律師 麻煩你自己打電話去吧 這裡沒有人會理會你 香港很喜歡覺得 我給你錢 你就要幫我搞定他 最好跟我搞得 妥妥當當 好好看看 好像 搞身後事 交下了一些錢 給殯儀館 你不是要我操心吧 每次數秒鐘 幾分鐘 幾十萬上落 沒有時間的 喪事這些東西你幫我搞了 就是這種態度 這種態度 不會因為 2019年 徹底跟著 實際上 即使來到今天 有大量的人 我不知道他們是移民逃亡 還是去旅行 來英國 還是抱有這樣的態度 如果你抱有這樣的態度 過來英國真的很坦白說 麻煩你回家 你不如留在香港 這裡不會有人這樣招呼你 如果你覺得 我來給你錢 你好賺了 真的不好意思 麻煩你回家 當然不是全部人 但是真的有很多人是這樣的 我早前跟大家說 昨天跟大家說IPO 一大堆這些人就是這樣的 覺得我有錢 就是任性 其實你跟內地人差不多 我有錢請得起你們 你們就是我的servant來的啦 你們就是我的仆人來的嘛 我叫你做甚麼就做甚麼 尤其是香港 也是一個訓練奴隸的地方 別怪笑上海 是不是 本身 有得上班 沒得下班 香港一向都是這樣說的 為甚麼香港人覺得自己的勤力 因為你做習慣了嘛 用一些很負面的字眼去說 你做習慣了奴隸嘛 你是公司的奴隸 所以 所以 你呢 就是習慣了 要工作 沒有工作 你就覺得全身就不聚取 那你說公司 做公司的奴隸 是不是所有 錯的都在公司那裏呢 不是 香港人呢 下班就會有報復式消費 輪到自己我要做老闆 我現在是來消費的 酒店職員 我要除五星級酒店 我要一叫就到 12點鐘要送生日蛋糕 香港人就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 你最討厭你老闆 做那件事 或者你上司做那件事 你一放工 你就做回相同的事 也不要說得遠了 坐巴士也是這樣 坐巴士也是這樣 說我是乘客 比較大一點 結果那些車長 就跟乘客過去開拖 他們又覺得我也是 我也是上班而已 不是你做乘客就比較兇 結果呢 他們又花很多時間跟乘客吵架 你會發現 其實 上述講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沒有人 很積極把這些 惡性循環 打斷的話 沒人肯做第一步 永遠都是一個無限的循環來的 因為每一個人 你覺得你正在打工 但你又是消費者 你又覺得你自己是大老闆 是不是 你不要說得遠了 你不要經常想要投訴你老闆 你只是去麥當勞啊 那個人 撿你帶薯條 撿慢一點 你都想投訴 已經 所以你真的問一下自己 我們有時候數香港 到底 香港人的問題出在哪裏呢 我發現現在才在數第一樣 其實 要爭香港理由有很多 剛才我們只是簡單舉了就是香港人 一般的問題 這個問題 我又真的很坦白地說 我認為 經過了2019年之後 確實是有改善的現象 確實 有很多人覺得互相守望著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價值觀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你出席香港人的集會 不會有人覺得 你在演唱會 我有錢一點 我捐錢 捐300元 你捐100元 你站在後面 我站在前面 不會有人說這些話 因為大家覺得在做那件事 就是平等 平等的概念 真的要 在大家的腦海裏面 生長出來 其實是不容易的 其實真的是 是不容易的 說平等 也不是說絕對平等 我們在做一件事 事情上 例如一個集會 不應該分 我是不是社會的精英 你是不是社會的低層 因為我在做那件事 跟這件事是沒有關係的 我們平時用來分 是因為我們要在那個 社會的競爭 以及資源的分配上面 就是有一個順序 有一個priority 在這裏 例如你比貴一點 可能坐車 就是行東瑞 或者是行西瑞 你窮一點 死也要 就抓著的士司機 就是行洪水 舉例而已 只是說香港人 香港的問題 真的遠遠不止這些 不過我就想告訴 給那些可能真心覺得自己很討厭香港的人 你不要討厭這個地方 如果你 討厭這個地方 請你認清楚 你討厭的東西 原本是甚麼 例如我們最討厭的 是地產霸權 這個地方除了商家之外 除了地產佬之外 好像 我們生產不了任何其他東西 這件事 真的很討厭 坦白說 心底裡討厭這件事 所以我就想告訴那些 痛恨香港 地小人多 又逼 又沒有地方住的人 其實呢 現在你應該很開心 因為 你現在的舊香港 基本上 是徹底毀滅了 雖然我們的公民社會瓦解了 雖然你過去擁有的自由 過去擁有的開放社會好像消失了 但是 我認為 現在在經歷的 就是一個重大變化 裏面的其中一個過程 其實所有人都是一樣的 你想要有重大改變的時候 你一定會在你手上 一定會失去了 原本的一些東西 如果你 連失去這些原本的小小東西都不願意 但你希望一個很重大的改變 其實是不可能會發生 這節話題是極具爭議性的 我沒有說我對的 因為這個問題 就是 太多人覺得香港本身太討厭 正正是因為這個地方討厭 我覺得更加需要光復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